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发小突然来找我借钱 说是家里的老母亲突发心肌梗塞 好不容易砸了17万 才把老人家从ICU中抢救回来 现在又被医生告知 要想保证母亲今后的生命质量 就必须再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才行呀 至少还要再准备十几万 我这个发小其实经济条件并不差 一年二十多万的收入 按理来说不至于找别人开口借钱的地步 这次主动开口了 说明确实是遇到难处了 作为多年的老友 我很想去帮助他 但同时心里又很纠结 借钱吧 知道治病是个无敌动 还上这笔钱遥遥无期 自己手头也没那么宽裕 而且自己也有一家老小要养 不借吧 心里又实在是过意不去 说真的 在现实面前 我真的做不到和年轻时一样 把情意看得比什么都重了 最后拧巴了半天 还是微信转了一万块钱给他 想让自己内心好受点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想听听您的看法 小念的回复 首先感谢这位读者 对小念的信任 我很能理解你内心的纠结 我之前也遇到过 和你类似的情况 最后处理的方式 也和你差不多 这种事情 很难有标准答案 不必强求 让每个人都满意 我们大多数人 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背后 谁都是顶着生活的 巨大压力的 我们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普通人 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养 在现实面前 没法和年轻人一样 把情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正常的 也是合理的 另外呢 一万块钱 虽然看似不多 但每一分 都是我们的辛苦钱 谁的钱 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相信你的朋友 也能理解你的难处 毕竟疾病事故意外 都是人生旅途上的暗交 指不定哪一天 自己也会遇上 我们也需要 提前为自己的家庭 做好打算 不是吗 要钱还是要命 这道选择题 看似离我们很远 但其实 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小念记得 之前看到过一个 医学纪录片 片中有这么一段 令我印象深刻 那是一位 三十多岁的 重症一线炎患者 在ICU里 仅能维持生命 我已经忘记 他的名字了 但还记得 大家都叫他九床 九床住了半个多月的ICU 催废单上 几乎每天都出现 他的名字 九床 欠费两万六 九床 欠费三万零八百 九床 欠费五万三千 那些日子 九床成了ICU里 大家时不时 谈起的话题 担心他的家属 会选择放弃治疗 果然没过多久 九床不得不提前出院了 出院的前几天 他全身浮肿 呼吸衰竭 气管插着管 上着呼吸机 出院那天 九床看见丈夫进来 他像往常一样 浮肿的脸上浮出一层笑意 吃力的向丈夫挥了挥手 但他丈夫并没有看向他 而是一直望着医生 仿佛在故意逃避着什么 医生停顿了一会儿才说 九床 别怕 我们今天需要把管子拔了 九床脸上的笑意 顿时凝住了 怎么要拔管子呢 他说不出话 但眼神里满是疑惑 他将目光 从医生移到一旁的丈夫身上 丈夫看向床盘的监测仪 没有说话 他用尽了全身的气力 扯了扯丈夫的衣角 终于他的丈夫说话了 咱们回家治吧 真的没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 亲戚都戒变了 护士要伸手解下 他嘴上的呼吸面罩 他一把抓住呼吸管子 惊恐地望着医生 再望着丈夫 管子擦在嘴里 他无法开口 可是他很清楚 这是救命的管子 哪能拔掉呢 管子再一天 他的生命才能维持一天 当医生最终伸手 拔掉他身上插管的时候 他抓住医生的手 终于慢慢地 无力地松开了 眼泪一直在流 那种求生的欲望 令人看着心碎 一个月后 得知他去世了 这是预料中的结局 大家并没有那么惊讶 生和死 这个大命题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并不会去考虑 但当我们真正面临的时候 往往都会措手不及 救命谁都想 可前提是 自己花不花得起这个钱呢 就算花得起 会不会最后人财两空 自己还要负债呢 说到底 还是钱的问题 如果能负担得起 谁都有要求医生 马上做手术的底气 而不会纠结于 计算钱与生命 哪个价值更高了 如今的我们 万事顺遂的时候 一切看起来都还过得去 但意外一旦来临 大家都招架不住 不敢想 万一哪天我倒下了 年迈的父母 如何安享晚年 古神的伴侣 如何支撑整个家庭 我们很难避免一辈子 不遇到这些事情 也无法避免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冲击 但是有两样东西 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第一 是面对苦难的态度 第二 是未雨绸缪的准备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请大家欣赏 李娟的经典散文 对阿纳尔汉的期待 刚刚搬到吉尔阿特时 卡西就不停地说 阿纳尔汉要来了 马上要来了 阿纳尔汉 十八岁 是扎克拜妈妈的 第五个孩子 从去年冬天开始 在县城打工了 比起东夏牧场 以及迁徙途中的 其他住地 吉尔阿特牧场 是离县城最近的 虽然还要走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才能走到公路边 搭进城的班车 卡西总是念叨着 阿纳尔汉 要给我带新鞋子来了 他脚上的那双球鞋 是司马狐狸 从阿克哈拉带来的 穿了不到两个礼拜 鞋底子整个掉了下来 他恨恨地说 假的 司马狐狸 只买便宜的 司马狐狸说 哪里便宜了 明明是你的脚不好 马蹄子一样 还穿什么鞋子 我给你盯副铁掌吧 我问 马几个月换一副铁掌呢 司马狐狸说 要是走石头路的话 一两个月就得换了 我又问 那卡西几个月换一双鞋呢 他大笑着 卡西一个月得四双鞋 要是那些穿破的鞋 只破了一点点倒也罢了 可卡西的鞋 一破则定然是破到 万不可救药 比如鞋底子 断成了两三节 鞋尖戳破了五六个洞 我想帮他补一下 都没处插针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 真的像一匹小野马 他每天都会冲脚上的鞋子 鞋底子和鞋面 只剩侧面连着一点点 只能勉强挂在脚上 叹气两到三回 阿纳尔汗怎么还不来呀 我出了个主意 帮他用鞋带 把快分家的鞋底和鞋面 直接绑在了脚上 他站起来走了几圈 又蹦跳几下 很高兴 准备出去放羊了 但是这个办法能管多久呢 而且那么难看 我说 来客人了怎么办呢 多不体面 我在附近的野地里转了几圈 把他以前扔气的破鞋 统统拾了回来 他审视了一番 果然找出了两只 状况比脚上强一些的 然而呢 准备穿的时候才发现 两只全是左脚的 他快要哭了 阿纳尔汗怎么还不来呀 除了鞋子 阿纳尔汗此行的任务 还有发卡 辣椒酱 青油 苏打粉 和扎克拜妈妈的长筒袜 所以妈妈有时候 也会嘟囔两句 阿纳尔汗再不来 我们就要搬家了 阿纳尔汗怎么来呢 走着来 搭摩托车来 卡西每天下午喝茶的时候 都端着茶碗 坐在门口 一边喝 一边注视北面的山谷口 一有风吹草动 就立刻放下碗站起来 朝那边长久的凝望 每天晚饭的时候 一家人聚在一起 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念叨一遍 阿纳尔汗会烧来的东西 说到最后 有时会加一句 可能还会给我买双袜子吧 他把脚抬起来 给我们看 这一双 就是阿纳尔汗去年给我买的 妈妈说 获歉 就是去走开的意思 他的脚丫都凑到饭桌上了 有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又说道 上次阿纳尔汗回家带了苹果 这次肯定也有 再想一想 又说 没有苹果的话 挂子也可以 阿纳尔汗也喜欢刻挂子 思量很久 才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还是带苹果吧 苹果更好一点 就这样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阿纳尔汗的购物清单 在卡西的想象中越列越长 越来越令他期待 但人呢 还是没有一点阴性 卡西大约在幻想 阿纳尔汗之所以迟迟不来 肯定还是为买更多的东西而四处奔忙 可怜的阿纳尔汗 要是令卡西失望了的话 他肯定永远搞不清其中的道理 阿纳尔汗听着像是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 卡西对我说 阿纳尔汗很漂亮 我就开始想象了 怎么个漂亮法呢 他说 阿纳尔汗会说好多汉话 因为他在回族人的餐厅打工 于是我觉得 要是阿纳尔汗来了的话 我俩一定能愉快地交谈 并澄清许多被卡西这家伙翻译得面目全非的问题 他说 阿纳尔汗高高的 白白的 为什么我这么黑呢 说完很忧伤的样子 我无从安慰 只能说 那就让阿纳尔汗来和我们一起放羊吧 几天就变得和我们一样黑了 他大笑着 那我要去打工 天天在房子里干活 几天就变得和阿纳尔汗一样白了 他又说 阿纳尔汗头发很长 脖子上戴着漂亮的石头项链 渐渐的连我都开始期待阿纳尔汗的到来了 尤其是等阿纳尔汗来了 我们就有辣椒酱了 我会把每天的晚餐准备得更可口 让大家吃得更快乐 搬家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了 卡西的希望一天比一天巨大了 我们去赶羊 爬上附近最高的那座石头山 他长久站立 宁神遥望 方圆十几公里都没有一点动静 荒野空空荡荡 风声剧烈轰鸣 我俩交谈时 要用力大喊才能让身边的人听清 山顶上有一座以前的牧羊人堆砌的石柱 卡西把它叫做塔斯阿达姆 石头人 垒得挺高 突兀地矗立在山顶 每一个经过这片荒野的人 老远就一眼能望得到 我听说在很久以前 这样的石柱是牧人的地标 它们总是出现在荒野中视野的最高处 数量不等 又听说 其数量是由特定含义的 比如立几座意味着附近有水源 几座又意味着前方不远处有游牧村庄的筑地 再有几座就说明附近有危险 有野兽出没 到如今 这块大地早已被人们摸手走遍 踏出了无数条道路 很少有人会在荒野中迷路了 于是再也没人需要靠这些石头人的指引 走进或走出这片大地了 卡西说 我们也来搭石头人吧 于是我们在山顶选择了一处开阔的空地 开始动手了 我们先将附近合适的石块集中到那里 累了一个又大又平的台积 然后呢 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的落了起来 落到一米多高的时候 司马狐狸起码出现在眼前 他斥责道 羊都跑过两座山了 你们还在这里玩石头 说完 他下了马和我们一起玩了起来 有了这个家伙的赞助 我们的石头人 层层层的迅速的长高了 最后 比司马狐狸还要高 于是 我们成功的 令吉尔阿特最高的石头人 诞生了 回到家后 一扭头 看到他 孤独地站在高山顶上 疲惫的 像是很想在山顶上坐下去 又像一个 突然出现在那里的旅人 我们令吉尔阿特 从此后的日日夜夜里 又多了一道凝视 我总觉得 这个石头人 可能是卡西搭给阿纳尔汉看的 吉尔阿特 也是阿纳尔汉小时候 生活过的地方 等阿纳尔汉来了 他四下遥望一圈 一定会说 咦 怎么多了一个石头人呢 临出发的头两天 扎克拜妈妈就开始准备了 原先家里的被子 都叠成了一米五左右宽 长长一条 高高一跺 落放在房间进门的右手处 又整齐又整齐又好看 现在却往宅里叠 缩成了不到一米宽 空间顿时腾开了许多 一些平日里不常用的家事 全打成了包裹 整齐的马在门前的空地上 盖着党羽的旧瞻片 那两天 司马狐狐狸也把所有的马鞍 齐聚检修了一遍 大家最后一次清理羊群 反复检查近期一些腿脚受伤 以及腹泻的羊 对于弱处来说 每一次的长途跋涉 就是生死考验 在整理衣物的时候 扎克拜妈妈 从一个从没打开过的大包里 掏出了许多的半成品的小块花毡 和一只绣了一小半的绣花口袋 上面的花纹只是大致轮廓 略略规划了一下颜色的搭配方案而已 但已经足够缤纷美好了 他把他们一一摊开 在门口的空地上 好像定居者 将压了十年箱底的旧东西 翻出来晒太阳 这些还一针一针的 远远走在路上 远未抵达目的地的绣品们 耐心的轮廓模糊的美丽着 他们像人一样 也是渐渐长大的 像人一样 生命中更多的时间 是用来等待的 在每一件绣品上 还仔细地绣着制作的年月 或制作者的名字 不止这些 我们的毡房里 无论彩绘的木柜 还是香银片的马鞍 甚至西柱的奶勺里 都会留下制作的时间 和一些古老的名字 于是呢 这些结实而漂亮的物识 永远不会因为被用旧了 而黯然失色 作为几乎陪伴过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 童年时光的事物 它们只会变得越来越贵重 越来越亲切 妈妈翻出一块绿底子 桃红色花朵的粘片说 这是阿纳尔汉做的 她把这块粘片 摆在其他粘片中 笔来笔去 最后 决定把它缝在 未来花毡的正中间 明天就要搬家了 阿纳尔汉怎么还没有来呢 传说中美丽的阿纳尔汉 已经进入城市生活的 阿纳尔汉 终日在别人的世界里 忙碌辛苦的阿纳尔汉 是否还能记得起 自己坐在春秋定居点的 家中大通铺上 用针线精心描绘着 一小片绿色粘片的情景呢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肯定不只是为了 打发漫长的冬天 暗中一定还有别的 某些完整而热情的想法吧 他还会从城里回来吗 最终 卡西还是没能等到 阿纳尔汉的到来 时间到了 我们必须启程了 而在阿纳尔汉那边 肯定也有着 同样的焦急和失望吧 他也想回家 他早就收到了扎克拜妈妈 托人烧给自己的口信 他已经买齐了所有的东西 还额外给妹妹买了袜子和苹果 然而呢 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总是无法动身 他掐算着时间 距离自家羊群 千离吉尔阿特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每过去一天 他的焦虑就增加几分 他同样的 终日辗转不安 终于 我们在失望中 拆掉了毡房 托队在石头人的注视下 缓缓远离了吉尔阿特 说不定 那时阿纳尔汉就来了呢 但那时候 我们的家 只剩下拆去 粘房后的原型痕迹 来晚了的阿纳尔汉 站在空地上 四下摇望 他一面悲伤着 一面奇怪地想 怎么多了一个石头人呢 刘洁 跟他一面疲惨 还有一个石头人呢 在宝宝炮